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在娱乐圈,童兴意味着稍纵即逝 但是杨子却不是这样,他似乎是从心中转型最成功 5岁开始拍广告之后,凭借家有儿女爆红 可惜的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杨子身材管理失败,导致自己 长一段时间内无戏可拍,但是杨子不肯放弃 坚持拍戏,终于在24岁的时候再次翻红 在外人看来,顺风顺水的演绎录在杨子看来却不是那样 杨子曾经 那自己我觉得是个落寞的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凄凉,却是他过去十几遍最好的写照 当初有记者在采访杨 针对男的明星换脸 杨子在思考了几分钟之后,笑着说出了林志玲 理由是因为林志玲身材好,长得也漂亮 杨子之所以对自己的样貌不自 也是因为自己在小时候经常被身边人指着说不漂亮 曾经金星也问过 认为自己是漂亮女孩吗? 自想也不想地回答 我,不是,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好看 然后其实我还问你的有问题 那个时候,有年家有儿女 之后我就会变成 杨子也成为了顾名思义关心美感的一个优雅 刚刚 你到底是不是适合演戏? 没想到宋丹丹好 就是你的长相,一个我的不了演员,因为也不够漂亮的 当当时是觉得将自己写好 也强,娱乐圈太乱,不是和男孩子都好好学习,以后的出路 更 不愧是杨子,没有想这么多单纯的认为宋丹 对自己惩罚你 但是没想到宋丹丹的打击还是小事 接下来父母的 还是导致自己很长时间比 当时家有儿女,大 杨子也有了一些知名度 不少剧组都希望和杨子合作 但是 却又有各种理由推 当时十四五岁的样子 导致脸上长了不少青春痘 形象管理做的不是很好 好,我们下期视频 家有儿女要拍第三部剧组打算让原版人马出演 但是没想到杨子的父母却认为杨子马上就要中考了 考试你演戏重要,毕竟戏是拍不完的 但是中考只有一次,所以杨子的复习 还没有经过杨州 就拒绝了剧组的邀约 杨子虽然委屈,但是也明白父母是为了自己 好 韩磊退出了家,有儿女的拍摄 在高三的时候,杨子再次遇到了宋丹 当时宋丹 子一就出 演戏被人捧着,就养出什么坏毛病,终于可以 原来的想法对杨子说,姑娘好样的 以后就走这条路吧 于是那宋丹丹的鼓励,再加上自己的 记得喜欢杨子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指示杨子进入北影之后 才发现,演艺之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难 学校最不缺的就是美女们 子当时的长相在里面 为了能在一种魅力中脱颖而出 男子只能好好学习 同时向各个剧组投简历,去各个剧组面试 当时杨子好不容易接到了 做演习证明自己又是健身减肥又是做功课 就这样准备了两个多月 开机前一个星期突然被告知剧组临时换绝了 这件事给杨子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盘古者表示,大家都认识过 可我却没细拍 为了拍戏,杨子开始接一些流量不高的其他小花不愿 和战争系统 后来,杨子凭借战场沙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虽然口碑不错 但是电视剧的点击量和流量却不如同期的流量加IPG 后来杨子打算去面试欢乐送中的曲小霄或者关居尔 但是这些角色已经被人挑走了 最后只剩了一个人,设不太好的邱盈盈 杨子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是如果不演的话,自己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只能妥协,虽然忍受不讨喜 但是杨子将这个角色演得还不错 观众也发现了杨子的演技 杨子也算是凭借这部剧成功翻身 后来杨子又改变戏录拍摄的青云志 为了更好的符合陆雪奇的经营形象 杨子疯狂的节食运动 在拍戏时还被砍出了血 只不过杨子的努力依旧没有获得多少认可 因为喜欢杨子一直备受诟病 王思聪甚至公开表示 杨子长得丑,虽然剧情差强人意 但是这部剧还是给杨子带来了不少的流量 此也直言 如果没有演青云志 我早就消失了 能走到今天,杨子并没有依靠人,任何人的帮助 杨子也希望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有人能拉自己一把 但是在娱乐圈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能依靠任何人,你只能靠自己 从小陪伴在杨子身边的好像只有张艺山两人的关系 相较于朋友,更像是亲人 在参加综艺的时候,还有嘉宾问杨子,如果张艺山有女朋友了 没想到,杨 不想的回答,我很幸福 听到这样的回答,旁边的何炯和王家尔两个人都蒙圈了 能看出在杨子心中,张艺山更像是自己的家人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杨子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叫贺鹏,两人在二十 年还被拍到过接吻照 虽然他们同是北影的学生,但是贺鹏高中比较叛逆,还被学开除过 因为这段经历,很多网友都不看好两人的恋情 当时杨子正处在事业上升级,所以这段恋情一开始被玩得很 但是随着杨子昔约的增多,不同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感觉 根据网友爆料,在杨子拍戏的时候,贺鹏就开始和北的女孩开始联系了杨子,知道后果断的 分手后来,杨子拍摄《青云志》的时候,认识了同剧组的演员秦俊杰 当时,杨子为了更加贴合人物形象,为此减重衣食五斤,导致身体总会出现一些情况 201。他们正式公布了恋情,只不过当时不少网友都觉得秦俊杰配不上杨子 但是两人并不在意这些,还一起拍摄了《龙珠》 只是谁也没想到,在电视剧拍完之后,他们的感情也宣告破裂 当时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分手和张雪莹有关,毕竟在此之前,张雪莹和秦俊杰 你的时候同喝一碗胡辣汤,被不少网友声讨 不少,于是网友纷纷跑到张雪莹的评论区辱骂,还是杨子看不下去站出来? 虽然感情。 雨写人物。 如今的样子。 已经29岁了,但是在不少观众心中,杨子。 您闺女下雪,在如今流量未亡的时代,像杨子这样静下心,静静演戏的演员也不多了。 不过比起流量实力才是一个演员真正的生存之本。 对于杨子从小被评价瞅这件事,大家又是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词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